我們把前面這些 前面這個公式 其實主要基本就是 你一定要把個別的函數熟練 以後再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呢 各個擊破很重要 那我們來看這一題 REPT怎麼向下填滿就OK 你不要C,C,C,B 第一個的話插入函數 那一樣用文字類裡面的REPT 有沒有 所以R開頭你可以這樣往下找 OK 或者如果你假設懶得找的話 最近使用過的這邊也有 有沒有剛剛有用過 它也會出現 所以有時候我會用最近使用過的類別 然後 一樣會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要重複哪個字啊 所以你跟他講說我要重複信號 所以你就點擊這個信號的位置 或者你打在這裡也可以啦 但是前後記得要雙以後 如果你用選這個位置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這個字 放在這邊來 有點像是一個連結 然後呢 也會告訴你說這個字 它裡面的狀態是怎麼樣 你會發現 只要是文字的話 有沒有 前面是文字嘛 TES 那一定要給前後雙引號 OK 這個是一個固定規則 還有記得啦 兩個 一個雙引號 跟兩個單引號是不相等的 在ESEL裡面 你不能說打兩個單引號 來把它當一個雙引號 不行 ESEL它不認可這件事情 OK 因為之前同學常常就打兩個雙引號 看起來雖然是一樣 看起來 切不切喔 但是ESEL它看不懂就看不懂 它沒有那麼聰明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重複幾次 重複158次嗎 沒有 158顆星 不是啦 你要除以多少 除以100 除以100之後的話 它這邊會出現多少 1.58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它沒有1.58顆星這種東西 它只會取整數 所以得到就是1顆星 按確定就OK了 那接下來當然 剛剛的習慣是向下填滿 所以你可以向下拉 放開應該就OK 可是呢 你放開之後會產生錯誤 那為什麼錯誤 這個錯誤呢 主要是跟向下填滿的規則 很有關係 這個向下填滿的話 它會有個規則 什麼規則呢 就是如果你向下填滿之後 它的公式裡面如果有儲存格 這個叫儲存格 C1嘛 跟B3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儲存格位置 如果你向下填滿 只要向下一個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後面的列 有沒有 數字部分就列 列號 幫你加1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錯為什麼錯 主要因為你向下拉 它應該要判斷的 它的來源應該還是C1嘛 對不對 可是它卻加了1 變成C2 下面這個變成C3 為什麼 因為它又加了1了 所以錯應該是錯在哪裡 錯在它會自動幫你把1變成2 2變成3 這件事情 所以呢 我們如果假設 不希望向下填滿的時候 幫你加1這個動作的話 有一個規則一定要記 對 錢的符號 請你在1的前面 加一個錢的符號 這樣子 就搞定了 OK 就這樣這麼單純 OK 就把它鎖起來 它這個位置就固定住了 OK 打個勾 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就完成 所以這個公式裡面就多這個錢的符號 那有的同學就會問說 老師那C前面要不要加錢的符號呢 要不要加 其實不用加喔 OK 那你加了會不會怎麼樣 其實你加了之後 向下填滿應該也不會影響 OK 那你說加跟不加有什麼差別 如果你加在那個C的前面 這是前面那個叫藍 藍的話主要是向右拉的時候才會加1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是向右填滿 比如說你可能會向右填滿這個需求 那你就要把C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目前沒有向右填滿 所以不需要 OK 那我是建議啦 你沒有不需要就不要加啦 雖然加不加應該結果一樣 但是我是建議還是要精確一點 來使用這個工具 OK 加一個錢的符號就好了 好 那這樣完成第一個喔 OK 第二個的話LAPS 那LAPS的話 這個前兩 這個前面四個字 插入函數裡面 一樣用文字類 這個比較簡單 可能就自己玩玩看吧 有沒有LAPS 這個 這幾個字 我要取幾個字 取四個字 有沒有 那就3727 OK 那你可以向下填滿之後 它四個字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把這個公式 向下填滿它的公式 把它改成2不就好了 然後直接再打勾 輸入 週次 那這個稱呼的話呢 就是說 吳先生 張小姐 那這個怎麼做呢 第一個一樣插入 最近使用過好了 LAPS 然後這個人的名字 那可是我只要姓 姓的話就第一個字 輸入1就可以了 一個字 然後向下填滿的話 就只有姓 那姓後面要加上 他的 所謂的稱呼 那我們就是 在這個公式後面再加上 一個AND 然後呢再加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 如果 所以如果 如果你要第二次使用公式的話 你可以再到前面這邊 有一個再插入後面的 函數 一幅 所以請你喔 這邊加個AND之後 如果 在這邊 點一下 找到一幅 如果 你這個說 你會發現第二個 函數會幫你加在這邊 那他一樣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要 什麼樣邏輯 如果 假如這個儲存格裡面 它是等於 所以 這個儲存格一定要是邏輯 邏輯的判斷喔 所以你給他一個等號 等於 然後 男 男是一個文字 所以記得前後雙母套 那打一個男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這個邏輯如果為True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它這邊是True啦 為什麼這個是男嘛 那你就幫我在後面加先生兩個字 先生 那當然理論上前後要加雙母套啦 不過我是覺得 這個一幅這個函數 它其實還蠻 蠻有人情味的 為什麼它會自己加 他知道說你沒加 他幫你加 OK 但是不是每一個函數都會這麼貼心喔 有的沒加錯就錯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輸出先生兩個字 其實你賢後可以不打 因為我發現他會幫我加 所以我就不打 那可以少打一些字 小姐 OK 好 先生小姐 有沒有 如果是男 那就是先生 如果是女 那就是小姐 OK 按確定 那向下填滿 看一下 OK了 應該沒問題啦 所以最後公式呢 就是先 left 再一幅 尤其是這個一幅 中間一定要加一個 end 符號串接 好 那這個應該可以試試看吧 這是 那 right 我想不要簡單自己玩好了 這個應該區碼 區碼就前兩個字 right應該就二四六八個字 你自己把它 然後 LEN的話 應該有 長度的話就是一樣 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 LEN LEN剛剛才用過 LEN 然後按確定 這個東西 有幾個字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 其實有兩個是錯誤的 多一個字耶 所以身份資料一定是出錯的 所以你要檢查資料是否正確 常常會用就是 是指數是否 長度是否正確來判斷 OK 那性別這個比較難 欸 性別 性別可能要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取第二個字 剛剛是左邊跟右邊 那中間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學會一個 middle 函數 middle 在中間的 那這個 middle 函數 我覺得用到的機會 可能比左邊跟右邊還更多 因為通常字不會在左邊跟右邊 這中間的機會好像比較大一點點 所以呢 如果你要用那個 middle 函數 第一個 你就找到 M 開頭的 叫 MID OK 那他會問你幾個問題呢 按確定 好 看一下 三個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 假設你要熟悉函數的話 還要先把他的問題看懂 有沒有 他第一個問題 TEST 意思是什麼 你的字在哪裡 這個文字 就身份證字好了 OK 第二個問題就是 STAR LUMBER 這什麼意思呢 從哪個字開始取啊 從第幾個字 1 2 所以輸入2就可以了 第三個應該看得懂吧 這個是LUMBER 這個是CHAS 這個是白話意思就是幾個字啊 幾個字 幾個字 一個字嘛 所以取得的話呢 那你會發現喔 他得到的結果呢 就會是 哪個 有沒有 中間這個字嘛 1嘛 所以得到1 不過我特別把它圈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一直強調喔 有沒有前後雙引號 在以Sale的認知喔 就會有差別喔 有雙引號就是文字 沒有雙引號就是數字 所以喔 文字跟數字是不相等的喔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所以這個是文字喔 所以好 按確定 我們來看一下向下填滿 填滿完結果 有沒有發現 這個當然性別 1 2 1 那可是問題我要男女啊怎麼辦 很簡單 第二階段 再把這個MID喔 不包含等號公式減下 有點像剛剛做法啦 所以有的時候 很複雜的判斷 你當然可以不用一次做啊 你可以做第一次 再做第二次 第三第四一直往下做 你會可以做出很複雜的公式 沒問題喔 好 減下 然後再插入一個if if的話就是在邏輯 邏輯裡面if嘛 OK 然後邏輯是什麼呢 我跟他講 如果這個把它貼 剛剛減下的公式貼上 如果呢 這個裡面得到的結果 假如是1的話 那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那所以如果4 4的話是等於 等於1 那請你幫我輸出男 反之輸出女 男 當然你錢或雙錢 他要打啦 只是他會自己幫你打 我就懶得打了 OK 所以這個if還蠻貼心的 希望所有工具都這麼貼心 那就自然不會打錯 好 OK之後按確定喔 不過你會發現一個結果 向下填滿 欸 怪了 怎麼回事 明明這個是男生突然變女生了 請問 錯誤在哪裡 錯誤看得出來嗎 欸 這邊有沒有哪裡有錯 結果 如果 取得這個1喔 是 這個喔 有沒有 這個字 所以他這個公式得到的結果 就是這個1 跟什麼呢 跟這個1 比一下 有沒有一樣 欸 有一樣嗎 有的話就true 應該會輸出這個才對啊 可是他為什麼 會認為不是 這個是force 而執心 女 看得出來嗎 欸 對 我剛剛一直強調 這個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是 降的1 這個的是什麼呢 這個是數字的1喔 所以呢 如果你假如說你降1的話 他是不相等的 那怎麼辦 很簡單嘛 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請你在這個1前面的 加雙引號 後面呢 再加雙引號 這樣的問題喔 就可以解決 那你不要小看這個地方 我發現很多人喔 真的沒有觀念 文字跟數字喔 真的搞不清楚 所以常常出錯喔 當然不是只有esail會出錯啦 只要你寫程式 寫python也會錯啦 反正你只要寫java也會 也是這樣同樣的道理 所以呢 如果你可以避開 這個叫什麼 雷嗎 你不要踩雷就好了 OK 你避開之後的話 很多問題就不發生了 因為寫任何程式語言都一樣嘛 反正一定會有這個文字跟數字的資料型態 不一樣的問題發生 只要你避開 我發現很多寫程式 像如果你寫python一樣啦 這個出現bug的機率最高的還是資料型態搞錯啦 OK 所以喔 按確定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向下填滿 答案就OK了 最後底下這邊呢 其實還有一個 這個什麼 從這幾個字裡面 從開頭 開頭是第一個字的意思 取四個字就是0551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插入函數 那我用什麼呢 我用那個文字裡面的mid 那如果我要取什麼呢 我文字裡面我要取這個資料裡面呢 我要從頭 從頭就1啦 然後取幾個字 取四個字 然後0551 看到了應該沒錯了 按確定 但是喔 各位有沒有發現 欸 奇怪了 這也是常發生的問題 明明我要的是0551啊 可是最後為什麼給我這個公式出現呢 跟各位講喔 以後如果你看到這樣的狀況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這個儲存格喔 在輸入資料之前的格式已經被改了 改成什麼呢 按右鍵儲存格式看一下 右鍵喔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右鍵儲存格格式喔 它理論上喔 已經被先預先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形態 數值變成文字了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喔 以後呢 看到這種狀況 那大部分都是因為儲存格裡面 已經被改成文字了 那你要怎麼改回來 很簡單 請你改成第一個 通用格式 OK 其實就可以解決 改回來喔 好 按確定 你說 老師改回來怎麼還沒變喔 你還要多做一個動作 就是重新輸入一次 油壓放上面有沒有 打個勾就輸入了 就有了 OK 底下就是向下填滿吧 改一下 從第八個字 所以你其實可以直接從這邊改公式嘛 從第八個字取五個字 所以這邊第八個字 取五個字 把這個改成五 那打勾就可以了 就是 SUNY 就有了 然後 從第三個字取兩個字 那這邊改 這個 從第三個字 取兩個字 打個勾 OK 那就有了 好 那理論上 大概從 IPT 到 LEN &MID 這個自己再練習過好了 這個是算基本的函數 OK 那當然你說 老師那還沒有別的 有啦 很多啦 OK 其實在於文字類的 你可以自己玩玩看 比如說還會遇到什麼狀況 像常遇到的像什麼 比如說 這個字有全形字跟半形字 如果你要轉換的話怎麼辦 如果要知道有哪些可以轉換的 你插入函數 可以看一下 文字類裡面 你可以看ASC 這邊就告訴你 將全形字 轉換為半形字 你可以用ASC 如果你要顛倒 把半形轉全形 那就BIG5 這邊有一個 將半形轉全形 那其他還有這些 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假設以後 想要徹底了解 Excel裡面函數的使用 有時候可以稍微玩玩看 而且像我剛開始學習的時候 我真的是把每一個幾乎都看過一輪 然後我不是把它背起來 但我至少我有印象 原來它有這些函數 可以做這些事情 那將來如果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就去找這個函數用用看 大部分都可以解決 只是說呢 有一些 你說老師有些函數你沒講我怎麼會 其實你會慢慢發現 函數其實它有一個固定的用法 有沒有 你只要慢慢適應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都雷同 哪怕某一個函數你沒用過 但是它的用法基本上都差不多 所以可能就是慢慢自己 再稍微習慣一下吧 有一些如果沒用過 不妨可以自己找找看 其實像剛剛這個題目有沒有 這個題目啊 我們是把後面這個1 有沒有 改成前後加雙引號 可是有一種情況是 不行你後面不要給我改 你只能改前面的話 那怎麼辦 它前面得到的是什麼 得到的是1 1的話是文字1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後面不能動 那勢必我需要把這個1怎麼樣 轉換成這個1 那這個是什麼樣的需求 就是把文字的型態 轉換成數字的型態 那你也想說 那我想我有這個需求 那有沒有對應的函數 那如果你假設想要知道答案的話 也不要改這樣 當然是錯的 我要用轉型喔 你可以插入函數 找找看文字類 那你可以稍微往裡面找 其實這裡面都有 不過剛會講 因為它剛好在倒數的 所以你剛好拉它底下 其中的話有一個叫Value 底下就有告訴你答案了 有沒有 將文字資料 轉換成數字資料 所以這個喔 如果用在剛剛這一題上面 會不會成立呢 比如說這個1不動 那我要動前面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邊前面加個Value 加我習慣直接打 直接打個Value 然後前刮斧 然後後面再加個後刮斧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 把這裡面所得到的這個1 經過Value這個函數之後 幫我轉換成這個1 那再跟這個後面比的話 那不就OK了嗎 所以是把文字資料 轉換為數字資料的過程 按確定 答案會不會一樣 答案也會一樣耶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這個地方為什麼要特別提出來講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是 很多學習 嗯 函數也好 或者是程式也好 很大的一個罩門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沒有那個觀念 轉換型態喔 所以喔 第一個型態一定要是正確的 第二個呢 如果型態不正確你可以轉換 也就是你可以把文字轉數字 當然顛倒過來也可以把數字 轉換為文字 欸那你說老師 那有沒有一個數字轉文字的函數 有 自己找找看吧 OK 所以可以轉來轉去 其實還蠻好玩的 就只是資料上面的 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啦 OK 那主要目的當然是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而不會說慢慢來 那這個主要也是因應Big Data的時代 因為現在Data都非常的Big啦 OK 那什麼才叫Big 其實簡單講啦 就是人工無法處理的資料量 那多大才是Big 每個人定義不一樣 我覺得啊 這個太多了 超過100一筆 我都覺得太Big了 那你就自己怎麼樣 自己可能一定還是需要工具 不然的話喔 真的太累了 欸 那工具其實充其量就是工具 就是可以讓你方便 解決一個問題的方法 就像說你要抵達某個目的地一樣 你要怎麼樣最快抵達高雄 對不對 那你可以騎U-By嗎 好像還真的有人騎U-By 騎到高雄去耶 不過後來他發現一個最大的問題是 跨區費率最貴 好像後來U-By因為有人騎到高雄去 剛開始還沒有定差別費率 後來有定出來 好像只要跨一個區就多幾百幾千 反正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因為他要把那個車再載回來啦 OK 會有這個問題 當然現在好像還有流行什麼 徒步環島 我發現還有很多人徒步環島 OK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徒步環島 我發現有人有徒步環島的經驗 就到一圈台灣 OK 後來我發現到一圈台灣要多久呢 根據那個有一個學生的經驗 剛好他念東華大學 他暑假剛開始第一天 他就從東華大學逆時升環島 結果他剛好走完一圈之後 剛好又回到學校 所以實際上是走了兩個月 OK OK 不過我不知道他走的是快還是慢 好啦 他走大概一千公里吧 我在想 千公里六十天 這樣算快嗎 六十 一天大概走不到二十公里 不過也還蠻遠 對差不多要走這麼久 一天走個十五公里好了 也要九百公里 十五公里 十五公里一天 應該可以走得比較衝龍一點 那一天如果走三十公里的話 那就會很累了 OK 好 那剛好他從出發的時候皮膚還很白 走回去就變黑人了 因為每天在曬太陽 OK 好 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部分呢 就分別完 最後如果要存檔的話 剛剛助教有提到 以後因為會有程式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程式 所以 可能今天直接存檔也可以 但是你們可以試看 如果你要存檔 請你另存新檔 在檔案這邊有另存新檔 然後瀏覽的地方 找到你要放的位置 也許你如果假設今天要交作業的話 你可以放桌面 然後呢 這邊用啟用聚集的活躍布 主要是存檔類型的地方 把它改一下 然後存檔 這樣就OK了 那其他當然還有這個Twin 這個Twin你們自己看一下 因為主要是中文跟英文的差別 你們這個在雲端上有答案 參考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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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